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吸烟的危害是纵守周知的 可谓是健康的第一杀手 其实即使不吸烟 生活中某些不健康的习惯 所造成的危害也不亚于吸烟 现在我们来为大家揭晓 这九大恶习是哪些 第一就是一坐一整天 这样容易出现筋脉血栓 还容易情绪低落 出现抑郁症 第二就是不开油烟机 这样会吸入过多的油烟 可能导致肺癌 第三就是肉吃太多 这样对血管非常不利 第四就是高温油炸食物 容易致癌也不利于血管健康 第五就是长期缺窖 这样很伤心脏 也会对大脑造成损害 第六就是没有喝足够的水 这样容易优发便秘 从而导致血液粘稠 第七就是累了就不再锻炼 其实这样也不利于控制体重 第八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 这样更容易导致失眠 第九就是临睡前小酌一杯 这样容易导致失眠 也不利于胃部的健康 那介绍了以上的几种坏习惯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几条家庭的养生技巧 第一就是胆固成高 每天吃上两块红薯 第二就是心脏不好 可以吃些土豆 第三就是老人可以多吃一些栗子 防止腰腿痛 第四呢就是萝卜 最好是生吃细嚼 第五就是胃口不好 可以吃点醋泡生的花生 第六就是油菜 可以消肿化瘀 第七就是老年人便秘 多吃菠菜 还有呢就是菜花呢 它被称作是穷人医生 有防癌的功效 还有就是如果便秘的话 每天食滴醋会改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